海上风垫在国外虽然已经摸索发展了20多年 但是因为造价很高 很多技术仍然没有办法突破 而在江苏如东呢 有这样的一个团队 他们用两年的时间 就使低成本高速度建设海上风垫成为了现实 使一系列不可能都变成了可能 我们想用摄像机记录海上追风人一天的工作 可是他们的工作竟然是从凌晨三点开始 我们必须在晚上涨潮之前赶到 乘坐的工具是这来拖拉机 在如东这个滩土地带 一天两次朝涨朝落 落潮的时候这种泥滩 再先进的汽车也无法开进来 这个就起来铁宝山 你看人一踩进去 马上天黑下来开始涨潮了 可是要拍摄他们的工作 还要等漫长的八个小时 他叫张乐平 是这个团队的技术带头人 这是我国第一支从事海上风垫作业的团队 在国际同行中也很有名气 我们的工作是跟着月亮走的 我们每天的潮汐是受月亮影响的 今天必须是三点起来 明天就是四点 以后每天的时间都不一样 我们大家生活中都被倒烂了 有的同志四个月还没回过家 在这种贪图地带建峰店 一天里潮涨潮落 一会儿有水 一会儿没水 每次涨潮的水深也不同 大型施工器械很难施展 在国外也没有先例 这艘船是专门梁生定做的 它可以在涨潮时移动 落潮时坐摊施工 现在我们要把施工船移到远处 七公里外一个安装风机的地方 大概就在那个位置 要把一个足球场大小的施工船 非常精确地移过去 我们这个误差只有100毫米 那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关键是我们只有两个小时的时间 这个时间一过开始落潮 我们这个施工船就搁浅在这里动不了 我们只能等下一次涨潮 就要耽搁一天的时间 我们以为可以打桩安装风机了 可是工作人员告诉我们 接下来他们要做三个小时 复杂的打桩准备 一年365天 我们的最佳施工时期 黄金时间就是秋夏两季 一个月里面也只有10天 一天里面 我们真正打桩的时间 只有两个小时 我们必须每个环节 狂玩相扣 否则的话 有可能就要 直到下一个潮位 重来 这样就意味着 我要半个工期半个月 我们开始理解海上追风的艰难 因为这种特殊的气候和地质条件 能工作的时间 每一分钟都是那么宝贵 要把长五十米六百多吨重的风机柱桩精确打入海底 现在我们可以把误差控制在几毫米以内 这项技术 这项技术即使在国外这么多年 也始终没有突破过 就在我们施工船的旁边 至今还立着半年前 一家外国公司打协的桩废在那里 为了现在这根正在打的桩 负责工程建设的城墙告诉我们 光是研究下面的地质条件 他们就花了五个月 这个打桩呢 现在看起来很简单 下面有几十层 每一层的变化都比较复杂 桩刚刚开始的时候 基本上一锤就也调一次 看软土 看土层变化 接下来要调整几十次四五次多次了 我们打了四千 就三千八百锤了 现在车辆结果怎么样 现在那个 最好方向是下面这一点三一 去这一段方向是下面0.6 好的 又打了 上午十点 潮水涨上来 大家都去吃中午饭休息了 我们又要等三个小时 到下一个落潮时间调装风机 这是第三个高难度环节 必须要在每秒钟12米的风速时进行安装 风大了容易发生事故 可在海上很多情况都不可遇见 最害怕的就是风忽大忽小 在安装上一台风机时 他们就遇到了最惊险的一幕 开始初期吊的时候 也就在十米左右的风速 吊着吊着这个风速就忽然增加到十四米每秒 心都悬在那个嗓子眼了 然后把就在十四米的工况之下 利用那短短的见到十二米的那一刹那的时候 把这个风机机舱给压上去了 机舱重量是137吨 然后是在高峰108米的高峰 这个是楼栓一共是有100多个楼栓 整个的楼栓全部要对上位 才能全部套楼栓才能进去 所以这个难度还是很大 在海上 如果风速各项条件具备的话 吊装一台风机要三天多的时间 趁着落潮我们回到了岸边 看着大海里一台台银白色的美丽风机 正迎着海风徐徐转动 我们的心里不仅非常感慨 我们这个团队是在这个项目上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现在过内外都没有 我们是干过事也没干过的事情 骄傲 为了这个团队感到骄傲和自豪 并 hole 一些水票 Maja 谢谢大家